朝鲜今天下午炸毁设在境内开城工业区的韩潮联络办公室 让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瞬间升温 综合媒体报导 靠近韩潮边境的开城工业区 今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响并且爆出黑烟 随后韩国统一部证实当地的韩潮联络办公室遭到朝鲜爆破 朝鲜国营中央电视台也报道相关事件 最了解韩潮联络办公室在2018年9月14号正式挂牌成立 是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者金正恩 在板门店会谈之中达成的协议之一 也被视为韩潮之间第一个可以直接对话的场设机制 不料才开设19个月之后就退出历史舞台 报导指出在爆破事件发生之后 青瓦台已经紧急召开国家安保会议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是由总统文在寅亲自主持会议 还是由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一农主持 根据韩联社报导 青瓦台一名高级幕僚 就文在寅在一年前提出跟金正恩进行第四度会谈的这项提议 表示今年已经做出的提议自然有效 外界认为目前韩国依旧没有放弃 持续向朝鲜提出橄榄枝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相关问题时表示 朝鲜跟韩国是同一个民主 中国作为禁令 一贯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和平稳定 最了解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上午就报导过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表示 朝鲜军方正在关注韩朝关系美矿玉下的情况 为了对党跟政府采取对外措施提供有力的支撑 军方正在进行万无一失的准备 军方已经接到党中央委员会跟统一战线部等 负责对敌事务的部门 有关在韩朝实现去武装化的地区 重新部署兵力 并且加强对韩国戒备的意见 当时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 朝鲜通常只对外公布最终决策结果 以这种公开内部决策过程的做法非常罕见 据了解过去几周以来 朝韩关系突然变得相当紧张 直接原因是因为一些脱北者组织 在两国边境通过气球向朝鲜发送宣传单 而这个行为让朝鲜相当不满 先前就多次表示 如果韩国继续放任脱北者的行为 情况将会相当危险 尽管后来韩国出面呼吁脱北者们 不要再发送传单 但就在上个礼拜朝鲜当局突然单方面宣布 要切断跟韩国所有官方通讯连线 包括一条让双方领导人直接对话的电话热线 让两韩关系瞬间降到冰点 韩朝局势升温 朝鲜近日来不断放话 除了扬言要让军队进入非军事区 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更放话 要让韩朝办公室坍塌成废墟之后 没想到今天下午朝鲜边境城市 开城就传出爆炸声响 而就在朝鲜办公室传出爆炸声响之后 朝鲜官媒也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50分证时 朝鲜已经完全摧毁位在开城工业区的联络办公室 报道跟指出这是为了迎合愤怒的名义 让人渣跟默许人渣行为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事实上平壤今天的攻击似乎有机可循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 朝鲜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四相号发表谈话称 在不久的将来 韩国将会看到毫无作用的韩朝联络办公室 坍塌成一片废墟的情形 他还表示计划将下一轮对敌行动的行事权交给总参谋部 而预告仅过三天之后朝鲜就复出行动 苹果日报另外一篇报道指出 朝鲜近日动作平平 放话要韩国好看 除了关闭两韩联络办公室 在已经解除武装的朝韩边境地区重新部署兵力 而这一切都是由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背后操盘 而这一连串的举动也让外界不禁言想到 金正恩的身体状况可能早就已经出了问题 现在正努力培养妹妹成为接班人 报道指出金宇正目前的职位为 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 不过朝鲜方面对他的职务内容 从来没有过详细而且具体的说明 但是照目前他可以直接下令来看 显示金宇正在朝鲜的政治地位已经在提升当中 报道又指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跟韩国额商政策研究所 在一趟研讨会中 提到金宇正协同纯正 不管是在文官政治或是人脉方面都有一定基础 而现在他最缺的就是军权 但是从近日朝鲜动作来看 金宇正确实已经开始接触军职系统 美国战略跟国际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苏米特里指出 现在的金宇正已经不只是帮哥哥 拿烟灰缸的金秘书 他正在蜕变成最有力的后继者 根据他杂志 金宇正虽然年近33岁 但是已经牢牢掌握了党的权力和新运作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指挥领导部 司法部跟公安机关都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国王也有报导指出 金宇正深受哥哥宠爱 其父金正日也对这位最小的女儿金宇正颇有夸赞 金正恩执掌朝鲜之后 金宇正也透过限制金正恩所接触的人物跟讯息 扩张自己的权力 尽管女性在朝鲜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 不过在朝鲜执掌权力的金氏家族 自然是以家族利益优先 如果金正恩身体真的出了问题 出生正统的白头山血统的金宇正 无论是当接班人 或是当金正恩儿子的设政都顺理成章 而中央社也指出 朝鲜执政党党媒劳动新闻 在报道金宇正时 经常出现过去推举接班人时 所使用的党中央一词 朝鲜日报报导指出 1974年2月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 被内定为接班人之后 官媒就以党中央来称呼金正日 直到他1980年10月正式接班 而在金正恩2010年9月被赋予军政大权 地位仅次于父亲金正日时 劳动新闻也都以党中央来称呼金正恩 因此韩国专家们普遍认为 金正恩授予金宇正党中央的称号 就是在铺陈接班 中国财政部15号发出公告 为筹集财政资金 推进防控跟经济社会发展 将在18号招标发行 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 规模会达到人民币1000亿元 5年期跟7年期各占一半 个人也可以购买 6月23号起上市交易 而出乎市场预料的是 这次特别国债并会采定向发行 而是全部采市场化发行 恐怕会影响短期在建市场利率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月底在两会上提出 中央财政将会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不记录财政赤制 并强调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 新增资金全部会转给地方 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 让资金可以直接达到视线基层 直接会期立名 而主要用途会用在保就业 保基本名声 保市场主体 包括支持减税降费 减租降息 扩大消费跟投资 强化公共财政属性 绝不允许接拿挪用 报导指出 跟一般国债不同 特别国债是指特别时期发行 用在特殊用途 并且形成特定资产的国债 不记录一般公共预算 而是纳入政府性的资金预算管理 据了解中国曾经在1998年 跟2007年都发行过特别国债 1998年特别国债所筹资金专项 用在补充四大银行基本资金 2007年特别国债 只是用在购买外汇 注资中投公司 不同于前两次特别国债发行 主要采定向发行 本次特别国债将采取市场化发行 超出市场预期 中国媒体证券时报报导 方正证券经济学家颜色指出 国债既是财政的重要工具 也是金融市场的核心产品 坚持市场化发行 可以让中外资金金融机构 管大的参与投资 这是建构多层次基本市场的基础 有利于建构 深受完整的国债市场 而根据第一财经引述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毛杰表示 外界担心国债一下子发行太多 会得市场冲击较大 不过他认为目前抗议特别国债 这种发行结构比较好 500亿元一起 1000亿元发行规模 对市场影响不会太大 此外报导也提及 这只是今年总规模 1万亿元抗议特别国债 发行任务的开端 接下来还会有9000亿元等待发行 中国公安部高层在传人士一栋 主管经济犯罪 现年63岁的副部长孟庆峰相会卸任 2015年孟庆峰曾经在中国股灾时 率队进驻证监会 并且负责猎狐行动 弃捕逃亡海外的经济罪犯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国务院今天发布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消息 孟庆峰被免去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 但是他是否转任其他职务 以及未来动向目前尚不明朗 据了解今年63岁的孟庆峰 曾经长期在浙江省公安机关工作 2005年到2009年出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 2009年3月调任公安部 任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 2014年10月孟庆峰以公安部党委委员身份亮相 2014年11月作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2015年6月又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 中国传媒报导 孟庆峰在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几年期间 有两个身份为人首知 一个是股市救火队长 也就是孟庆峰在2015年股市大跌时 曾经带队到证监会 会同证监会排查恶意沽空股票的线索 A股之后只跌反升 孟庆峰因此被称为股市救火队长 此外孟庆峰也是猎狐行动小组组长 新京报指出这是中国公安部在2014年启动的 弃捕境外经济罪犯专案打击行动 截至2019年5月已经派出600多个弃捕主 从120多个国家跟地区捕获或是遣犯4300多名 在外境外逃亡经济犯罪嫌疑人 并且追赃人民币170亿余元 而在孟庆峰异动之前 中国公安部近期最受人瞩目的异动 指示副部长孙力军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4月间遭到中共中纪委 中国国家监察委调查 5月8号被宣布免职 根据中央社4月的报导 中共中央中纪委跟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 当时公布 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纪律审查跟监察调查 而消息公布4个小时之后 中国公安部连夜表态 在官网发出大概2600字的新闻稿指出 公安部对赵克志19号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 坚决拥护对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进行纪律审查跟监察调查 港媒报导指出 向俊坡受贿案14号在中国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长州市监察院指控 2005年到2017年期间 向俊坡利用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中国包县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 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跟职权 形成便利条件 为有关单位跟个人在项目承拦 案件处理 贷款发放 资质审批 跟职务晋升等事项上面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阳光 收受相关单位跟个人给予的财物 折合人民币1942万元 向俊坡在2017年4月落马受查 同年9月被双开 而此案一审判决在今天出炉 北京日报报道指出 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向俊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严惩陈处 鉴于向俊坡到案之后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 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 犯罪事实 也自首认罪悔罪 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已经全部追缴 自有法定酌情重庆处罚情节 依法可以重庆处罚 今天宣判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席向俊坡受贿案 对被告人向俊坡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且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 同时判向俊坡受贿财物 需要上缴国库 而向俊坡也当庭表示 服从判决不再上诉 近日俄罗斯检方指控当地一名 著名的科学家向中国泄密 此消息破坏了外界 对于中俄关系一向交好的印象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指出 俄罗斯著名科学家 北极科学院院长米特科 被俄罗斯检方 指控向中国传递机密资讯 并且指控以判国罪 根据俄罗斯媒体引述消息指出 米特科涉嫌向中国提供了 有关声纳和探测潜艇方法的资讯 米特科否认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长达20年的刑期 米特科的律师帕布洛夫表示 米特科在今年2月份 以间谍活动形式的叛国罪被逮捕 并且染尽在家中 他否认指控 而他将被软禁到10月10号 长年来美国和俄罗斯都处于对立的关系 而近年美国还与中国相互叫板 在面对美国这一个共同敌人的情况下 众俄两国交情一直都很好 但是在工位危机爆发之后 俄罗斯似乎也开始思考 地缘政治格局 以及对华政策或将申变 美国之音报导有评论指出 俄中关系紧密的峰值已经过去 俄罗斯会寻求从美中对抗中如何获利 目前俄罗斯国内正在展开 未来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的讨论 知名政治学者和国家杜马议员尼科诺夫 最近撰文指出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美俄在军控等等许多领域的僵局不会缓和 两国关系会更差 尼科诺夫还认为 亚洲多国都能更好地处理疫情 显示出亚洲世纪的提前降临 而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应对这次疫情 普遍表现不好 中国更无法躲避与美国的对抗 尼科诺夫的立场反映出了 普京执政团队中很多高官 对于疫情后的世界格局变化的看法 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大会之际 俄罗斯政界关键人物也发声支持中国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 都对俄中关系的未来充满乐观 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战略学者 最近在一场视讯会议中说到 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卷入美中两国的对抗 反而应该要寻找机会 应该要从美中矛盾中谋取利益 一家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外交事务杂志 最近发表文章说到 俄中紧密的关系只能够维持到美国 仍然对这两国保持战略优势和施压为止 一旦中国的实力超过美国 俄中关系也会随之生变 俄罗斯那时将会重新审视它的外交政策 俄中关系的未来只会变得更加实际 而在公卫危机中能够看到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仍然是缺乏信任 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到 尽管两个多月前搜捕和驱逐中国人事件 最后都被双方低调处理不了了之 但是从中这可以看到 普京执政集团对中国的态度 双方没有互信 他说 疫情爆发后 俄罗斯曾经向中国提供过医疗援助 中国不久前也向俄罗斯派遣了医疗援助代表团 但给人的印象是 俄罗斯除了礼遇和客气接待中国代表团之外 对中国所谓的抗疫经验根本没有当真 而让俄罗斯耿耿于怀的是 由于中国拒绝向俄罗斯提供用于研发疫苗的病毒株 俄罗斯只好从别国获得 俄罗斯医疗代表团去中国时 中国也拒绝俄罗斯专家下医院与患者接触 危机时期的互动让两国间的摩擦加剧 中美二三边关系 在未来仍然存在许多变数